今天又是周四了 虽然我们不能够到教堂里 民共圣体 朝拜圣体 但是我们知道 周四呢 也是一个深圣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救主 作者 善愿祈祷 我们也应该在周四 这是我们趟去的一个习惯 来民共圣体 佩拜圣体 意识到耶稣留下着爱情的圣事 不是我们要佩拜耶稣 耶稣孤独 而是耶稣要佩拜我们 所以有很多的人认为 我们朝拜圣体 是去佩拜耶稣 其实正相反 是耶稣来佩拜我们 我们有诸多的理由 有诸多的客观 我今天肚腾 我今天上班 我今天不舒服 我们都能够找这么多的理由 同样的事情 来一个换位思考 如果耶稣说 我今天不舒服 我今天有其他的应酬 我今天不来了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感觉到孤独 我们就感觉到五望 所以耶稣留下着爱的圣事 是要让我们从这圣事当中 领受拿来自上天的事量 获得灵性的力量 好能够兴走我们旅居尘世的俗世之路 因为这条路是坎坎 这条路呢 它需要我们自己 解败二行 才能够获得一种力量 今天的宗图大事路 给我们所挤载的 伊索皮亚人 一个太监 他从耶路撒冷超胜 伊索皮亚人很鲜然的 不是帖主的酸民 从路加给我们挤载呢 又提出了 他是一个太监 甘达克是一个皇帝的名字 不是说女王叫甘达克 甘达克呢 就如同我们自己所说的 你看法朗是埃及的皇帝 凯撒是罗马的皇帝 甘达克呢 正都是伊索皮亚 那个地方的皇帝 那么这个太监 身为女王的总管 他敌为先赫 虽然敌为先赫 却由法律事务上所禁止的 为什么路加给我们挤载 接受福音的 第一个外邦人 又是一个太监 这是双重不能够进入 天主圣殿的人 双重不能够进入 天主的圣殿 我们知道路加 是为外邦人所写的书信 所写的福音 宗徒大师路呢 也隐喊着天主救恩的 忽实性 这正应验了 伊索徒大师路加强 第五十五章 天主的救恩 汇集天下万民 连那些枯数 也不能说 我污汪了 因为我们知道太监 他就如同枯数一样 所以天主要是外邦人 聆听他的信息 那么我们看到 他因为 无法理解 关于 被迁去 歹载的高养 他自己就认为 子母也皆是不明白 其实 不光他皆是不明白 如果轮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的困惑 天主怎么能够受苦呢 天主怎么能够取了任性呢 天主怎么能够跟我们一样呢 天主怎么能够死呢 天主怎么能够埋葬在坟墓当中呢 天主怎么能够被别人张极羞辱呢 天主是谁呢 天主是宇宙之主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都是因为爱 他因为爱 才搭发他的儿子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因为爱 必须让他自己的儿子 替人类 肩负起人类的罪战 所以天主受苦 是替人类受苦 为由者误陷的痛苦 才能够平息那误陷的乙怒 我们优先的人 整个的人类都加起来 即便是都此分在天主面前 也不配偿还 人类所加于天主的无限的灵路 所以误陷的羞辱 需要由误陷来补偿 天主知道人无能为力 因此 天主在世间之内 取了人性 他的名字 就叫厄马努尔 就是身与人通在 身与人在一起 身融入的人之内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 生命质量的道理当中 也看到了耶稣说 你们在旷野之中 你们的诸贤的旷野之中 是玛纳 而玛纳呢 不是梅色给你们的 是天主竟有梅色的手 或者梅色的抠 来吩咐你们 你们得到了这 只能够接出 一失饥饿的玛纳 你们分使这玛纳 想想它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但是你们厌倦了 天主说赐给你们的 这就是犹太人的心应 所以天主知道 玛纳只能够接出 人一失的饥饿 天主自己变成了食物 因此吩咐人 你们如果不吃忍子的肉 不喝忍子的血 在你们那边没有生命 我们有生命吗 我们有 可是我们的生命呢 是脆弱的 小小的一个病毒 吓得我们不该出门了 吓得我们戴上口罩了 吓得我们缺方位的消毒 这些应该吗 是应该 必须应该 但是体现出了 人的这种空旷的心理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你帐篷是吗 你能在这个世界上 或一百二十岁 或一百五十岁吗 百岁才三万六天 五百天 可是人真的不认识自己 所以 真正的生命 是跟生命之主 想先结 我们自己的生命呢 就如同被开下的 那个树干一样 开到春天发芽了 其实他自己 没有跟 跟生命没有连接的一起 所以耶稣说了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质子 如果你们不连接的葡萄树上 你们的生命呢 就在这个世界上 在五十年 六七十年 八九十年 百十来年就 消失的无影无踪 认啊认啊 我们如果要是跟生命指出 无缘先结 那么我们将是 多么样的 不幸呢 所以 要在哪里边告诉我们 灵魂与肉身 哪样尊贵 灵魂比肉身尊贵万倍 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 人即便赚得了全世界 若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你就说 你自己写在 在三亚 有漏房 在深圳 有昌区 在背景 有漏房 开着号车 甚至银行里边的数字呢 已经十二位输了 十位输了 我们想想也不敢想想 但是呢 天主今天收了你的灵魂 这一切留给水呢 所以耶稣来 就是一个 哀的赠予 他要把真实的生命赠予我们 那些在赠兵七级当中 得到食物的人 寻找耶稣 耶稣告诉了他们 你们不要只为了那些 可修坏的奔波牢路 应该为那不修的 什么是不修的呢 就是相信耶稣 信的人 就不被顶罪 不信的人呢 比较丧亡 天主不要人做 多么严重的事情 称重的事情 天主只要人去相信 所以我们看到 伊索皮亚的太监 他在行走的时候 殉招 招不到 天主的圣神 打发菲利伯 你要走近他 你要聆听 要给他揭示 我们今天想一想 福音的认识 不只是单纯的理论 理论 永远不是信 需要有来自圣神的理量 耶稣说 不是我父所吸引的 睡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一个也不失落 可见我们来到 耶稣面前 都是天父的吸引 都是天主的圣宠 而不是理论 难道 伊索皮亚的太监 他没有文化吗 他文化素质 远比菲利伯的高 可是现在呢 他需要 圣神 接着菲利伯 向他揭示 是关于 天主能够受苦 能够死亡 并且复活起来的 真正的冤离 他们变走变行 太监 主动地说 这里有水 还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呢 所以 当我们自己 不是知识 硬性的管子 而是需要 先陪伴 你陪伴你自己的邻居 朋友 通事 你在陪伴他们的时候 你要学会聆听 当你学会聆听的时候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被圣神所感动 用爱的预言 去安慰 去孤立 去引导 让你身边的这些人 也能够认识旧啊 好能够让我们 洁白通行 走 永生的道路 所以在今天的 宗徒大使路 以及 若望复引 我们自己 都已经 清晰地看到 这复活期的星期四 这一天 我们不要光考虑其他的 我们满脑子 充斥的是什么呢 我们阅读了圣经 听了圣父 给你们分享 那么我们的一天 都应该 好好的去默想 想一想 有的时候 我的朋友 我的邻人 我的亲家 跟我说一些事情 我不耐烦 我只愿意 给他讲道 但是你自己想一想 你为什么 不先学会聆听呢 看看今天 宗徒大使路 为我们记载的 菲利伯 他都是 收线要邹静 邹静了以后 聆听他的 朗朗的杜书声 读了一遍又一遍 困惑着他 所以说他上前 给他结识了 关于纳扎类人 耶稣 就是呢 被迁去 戴灾的羔羊 为赎回 整个人类的罪过 所以 被圣神的干化 他才能够接受 谁能够接受 神要受罪 神要受乎 神要 接受死了 说天主死了 还真的死了 为人而死 所以让我们 好好地去默想 今天的父业 看看我们 是否真的能够 守艺 好 让我们